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在日前表示 以色列在人质获释前导致了200万加沙平民饿死 这是合理且符合道德的言论 这引发多国的强烈谴责 不过斯莫特里赫就否认有说过这样的话 斯莫特里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他根本就没有说过这些话 批评是有人在故意断章取义 他强调人质在隧道中受苦受难 而以色列却纵容加沙地带接受援助 自然看来这就是不道德和不公正的 白宫国家安全委会的发言人与国务院 日前是一同谴责了斯莫特里赫的言论 欧盟就指故意饿死平民 这属于战争罪 并且希望以色列政府要明确和这一位 极右派的部长的言论划清界限